严副总统今年上午10点钟到达约旦驻华大使馆,约旦驻华大使比尔贝西亲自在门口接待,严副总统首先签名,表示哀悼之意。 约旦农理泰尔是在本月28号遇刺的,今年上午到约旦大使馆签名致哀的还有韩国驻华大使金桂园等外国驻华使节,以及外交部部长陈穷飞、蔡维平等人。